而洛杉磯天使隊呢 在已經沒有打季後賽的機會之後 接下來的賽程都要準備賠公子念書 今天大谷翔平和天使隊 來到了費城隊的主場來進行比賽 大谷翔平面對的是 在本季投出過無彈打比賽的Michael Lorenzen Lorenzen在第一次 在面對大谷翔平的時候 就先解決掉了這位最強高中生 讓他打成了左半邊的界外飛球 遭到了接殺 費城隊的球迷看著這個球被接殺的畫面 其實心裡面是心驚歹戰 不過最後還要為Tril Turner鼓掌叫好 這個心情真的是像洗三溫暖一樣 15個吊筒7上8下 不過天使隊的投手Taylor Anderson 今天可沒那麼好運了 一個偏高的敬壘的訴求 就直接被Brice Harper 掃成了飛行距離 來到432英尺的大號拳打 這支大號拳打 讓雙方形成了1比1平手 大五翔平今天打得不理想 但是在二壘壘包上面有跑者的時候 Michael Lorenzen情急之下的處理更糟糕 他的爆船不單讓打出內野安打的大股翔平 站上二壘壘包 Rendel Grichak也回到了本壘得分 也使得在天使隊方面取得了分數的領先 而第五局的上半是Lorenzen第三次來面對大股翔平 這個偏外角的滑球讓大股深長的球棒打出了一支安打 今天這場比賽最關鍵的當然是在第六局的下半 因為在廢神隊方面包括Elec Bond打出了三分打點的拳打 然後Shir Turner也打出了帶有兩分打點的三連安打 那麼這個半局呢 廢神隊一口氣攻下了六分 最後在這場比賽當中12比7在主場拿下了勝利 大五翔平今天五個打出三隻安打 角出了猛打賞的成績 但對天使隊的贏球可以說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天使隊呢在今天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 將Lucas Giolito、Matt Moore、另外Renaldo Lopez Hunter Renfro、Rendel Grichak以及Dominic Leone 這幾位選手全部都放在讓渡名單上面 如果在最後也就是台北時間的星期五 這幾位選手有機會被其他球隊給挑走的話 當然天使隊可以省下一大筆的金錢 如果六位選手全部都被挑走 天使隊預計在最後一個月可以省下 700萬美金左右的一個薪資 所以當然對天使隊來講 雖然是不求回報的交易 但是對天使隊來說還是有所幫助的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整理的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相關報導 在待會我們還會為您帶來 全世界其他的體難消息 請您承認不要走開